羊羽羽球個人賽持續在貴陽體育館進行 而備受期待的混雙十六強戰 又看到的是陳鴻林和陳溫馨碰頭馬來西亞搭檔 陳成被在第一局二十一比十九拿下 換場之後兩人還花了一點時間適應球場風向 因此儘管對手實力跟經驗不是太好 中華隊也沒能很快的拉開差距 最後有一點點的驚險 已連兩局二十一比十九迎球挺進八強 也一定會封的關係 然後所以自己失誤也比較多 然後對封的適應也沒有那麼好 就是還好學姐失誤比較少 因為這真的控不太住 因為我比較屬於打控球的 我們在發街發上面算是有穩住 那就是在處理球上面 雖然有一些中間過程中 還是比較急了一點 但是還好有拉回來 因為可能對面還是比我們年輕一點 陳鴻林看陳溫馨 二零一零年的廣州亞運 聯手拿下了銅牌 這四年之間還搭配了聯動奧運 儘管平常沒有態度一期比賽 不過兩人自信地說 默契絕對沒問題 默契應該是都還OK 只是說就是一場一場打吧 就是不要想太多 你一想越多就會 狀況就會越不好 在這組混裝的搭配當中 陳文馨扮演了相當關鍵的角色 主要的原因就是豐富的大賽經驗 從二零零二年的斧山亞運開始 連續世界亞運都沒有缺席 加上三度前進奧運 現在的陳文馨球技 和心理層面都更爽成了 在心態上面的話 其實比較沒有那麼大的起伏 就是還是很積極 很希望可以有很好的成績 但是就是說 不會比較不會去受到 比較多的影響 可能誤判或什麼的話 在心態上面就已經是覺得說 就是好像都是這樣子 會發生的事情 就覺得在心態上面 比較穩定一點 而在混雙的32強部分 海灣大黨六敏俊和陳小歡 要對上的是來自巴基斯坦的對手 Z-chan還有10-Z 結果混雙世界排名68的廖成沛 面對實力插上一截的對手 也不用跟他們客氣了 不管是往前放小球 還是後排殺球 打來都是行運流水 輕鬆協議 率先以21比13拿下第一局 而到了第二局 戰況更是一面倒 尤其對方高齡36歲的老將Z-chan 更是明顯跟不上中華隊的節奏 最後在陳小歡往前大對角 掉小球得手以後 順利21比11拿下第二局 只花了19分鐘 就以直落二輕鬆晉級16強 將在26號 面對世界排名高居第三的 中國組合徐城還有馬進 至於在單打方面 台灣小天后戴茲穎 面對來自泰國的Gindapo 沒有碰上太多麻煩 只花了33分鐘 就以21比19和21比6 直落二贏球 將在八強賽碰上韓國女將陳時炫 而在男子單打32強賽中 周天誠和徐仁豪都以21比10和21比8擊敗對手 雙雙挺進16強 發生三個月之間 最終改為了 超級大型的